哈喽,这里是鱼白,又来更新画五年的视频了 今天画的是从7月6号开始的一周,是时间段比较完整的 因为一年已经过半了,就想起了年初和朋友立的flag 其中有一个就是想要在今年内学会化妆 所以这天就把尘封已久的化妆品都翻出来 发现好多都过期了 就画了几个要断舍离掉的物品 顺便警惕一下自己,不要只买不用吧 之后买新的化妆品一定要好好用起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发视频有一些人在问这个纸会不会皱之类的 其实是会皱的 毕竟用的是比较轻薄的扒窗纸 皱肯定是会皱的 但因为颜料是不会透过纸背的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再加上颜料干了之后皱的程度其实也会减轻 像我现在翻开之前画过的页面已经都恢复的比较平整了 有轻微的紫皱我觉得也是一种使用感吧 不会像新本质一样用起来比较有压力 这样想的话会不会好很多 如果还是比较介意纸张皱的话 其实可以把水彩的水分控制的少一点 或者说就用那种不透明的水彩来画 那它皱的程度就会减轻很多 我现在用的还是普通的透明水彩 所以水分会有点多 或者说可以找一些客重高一点的内液 也不一定要用这一款Hobo的 7月7号这一天画的是吃完网餐后出去上步 迎着落日一直走旁边的河里有人在游泳 不时还有群鸟叽叽喳喳的飞过 这种场景真的能治愈工作一整天带来的疲惫 我想要同时呈现落日还有家人 所以人物的话就选择了直接用线条勾勒 不再填色 这样的话就可以和背景的色块形成对比 这里因为没有打草稿 手臂画的有点长 比例不太对 不过好在最后的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you look so much happier now it hurts at another face and you smile you wanted the easy life I couldn't change your mind I couldn't be who you wanted you look hap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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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后去上步 我们去了一个码头 那边刚好有鱼床在捕捞 鱼床在落日的映称下 就变成了一个暗色的剪影 还挺有意境的 如果有关注我微博的话 应该很早就看到了这些图片了 这一天是周日 我们去了周边的小岛玩 坐了床下了水游了泳 也捡了一些贝壳回家 那就画一下这几个小贝壳吧 i'm a simple mind i know good things come to an end it's like i'm stuck in the moment don't wanna get all to bad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my heart is falling apart you have moved on with someone did i get it wrong cause yeah you you look so much happier now it hurts had another reason you smile you wanted the easy life i couldn't change your mind i couldn't be who you wanted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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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ok happie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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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ok happie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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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ok happie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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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in there till sunrise 7月10号又打开了向往的生活这一季据说是告别季 第一期其实在开播的时候我就点开看过了 但当时第一期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就知道气氛非常的感伤 我当时没有继续看下去 然后这几天又重新打开了 最后一季还是想要完整的看下去 后面几期的画风就稍微好一些了 没有一开始那么悲伤 这个节目好像是在我高三还是大一的时候开始播的吧 到现在不知不觉就已经最后一季了 还是有点舍不得的 想要在五年里留下他的影子 如果再次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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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